我爱台湾 下一个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影台 下一个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影台 现在时间十八点整 轻松聊时事 规谐谈政治 欢迎收听 快乐聊时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 这部时间 我是朱祈琳张晓博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依然有这个口播 来跟大家做宣导 因为这个年终将近 大家也 尾牙活动 一定特别特别的多 不管你是尾牙 还是要跟朋友 这些人酒吃饭 但是特别特别注意 九前九后 绝对不可以开车骑车 我刚才说绝对 绝对不可以开车骑车 好不好 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呢 机车骑士酒驾是处一万五千元以上到九万元以下不等的这个罚缓 那汽车驾驶人的话则是处以三万元以上 十二万元以下的罚缓 拒绝酒厕直接罚十八万元 另外 骑乘自行车的慢车驾驶呢 只要你是酒驾的话 一样都算是违法的行为 那也呼吁大家可以尽量选择搭乘价 大众运输或者是找代价 那样才会安全 以上资讯呢 由交通部大安会 以及高雄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好 你一定觉得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嘎记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桌上这杯绿茶 它非常的回甘 然后喝完之后 我没有帮它业配 这个是在高雄的自强业 不是凤山的自强业市 是在那个自强路 市区这边 林雅区的自强路 这边的那个 诶 那边是 不是那边是前景区 那个自强路 自强业市里面买的 这个叫什么 蒸香名茶 然后在绿茶喝了非常的回甘 所以 我一直 讲话的时候 一直有口水冒出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现在讲话 很难 我要一边吞口水 一边讲话 所以刚刚 讲话就有点 这样嘎记嘎记 好 那你想说 今天看这个 脸书直播 你会想说 诶 这个主持人 今天主题用时事评论 就是代表今天没有什么太重大的新闻 那另外一个是说呢 为什么用手机 是因为我今天真的是把我的体力用完了 我今天一大早 一大早就去这个 我们的爱河边 爱河边 进行了一项秘密的影片拍摄 那这个 我们影片呢 预计是这个礼拜 某一天会出来 那请大家敬请期待 然后这个主题 嗯 它是一个高雄人 很熟悉 你一定看过的 这个 建设 那你一定不知道这个建设里面呢 会突然蹦出一个跟国安危机有关的议题 反正我们这个拭目以待 那后来到了下午呢 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 去进行这个 呃 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 然后我们都把它简称高流 虽然很多人觉得那是高赛高流的高流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名称 但没办法啦 因为 它当初 就是用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叫北流 那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就只好叫做高流 用是 它是用这个 这个一个对照 它就一流过最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那当然啦 训练名义 所以它这个一楼的那个场馆呢 高雄市政府也把它改名叫做海音馆 因为过去我们都丢于海洋音乐中心 那因为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说 它在明年四月份 预计要开幕 那明年四月份开幕之前呢 市府当然就是在这里呢 办了一系列的这个展览 那 今天主要就是 向这个 进行马来过我们节目 我们台湾基金党一个 做过日本路由的这个导游 这个开开啊 我两个人就走过去这个海洋流行音乐中心的里面 就是去算中打一个片啦 打打一些商品 用这个开箱的模式 那如果你要看我们今天拍了哪些这个开箱文 开箱的照片的话呢 你也可以搜寻我的脸书粉专 那我的脸书粉专 你只要搜寻张博洋 那就可以找到了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开始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议题 然后今天 呃 议题不多 不多 但是呢就是跳来跳去的 因为毕竟每个议题都 它没有像是比方说什么 像滑墙啦 还是什么确诊啦 这么的庞大 所以我们今天议题 呃 不是议题不多啦 应该说议题很多 但每一题都不会讲太久 我们就是这样跳来跳去的 好 那首先呢 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低温特报笼罩全台 你现在看到这个萤幕上 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 有这个蔚蓝出版社的主编 可乐大哥 可乐他有来留言 然后他说怎么来穿短袖 这就是我们高雄的好处 高雄就是一个 我刚刚都还是穿着短袖 骑自动摆来电台 就是高雄就是赞 好不好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 今天真的天气 很舒服 就是穿着短袖 然后我在那个爱河边 因为要拍电影 来拍那个影片 连走路都会流汗 中午的时候 但是呢 晚上当然会比较凉 但就是到这个低温 来到台湾 来到南部之前 我们至少 目前还是这样子穿 还是还OK 但是呢 当然啦 这个好景不长 马上就要来发布 这个低温警报 中央气象局表示呢 明天 就是30号 明天礼拜三嘛 礼拜三到这个礼拜五 元旦 受到寒流的影响 各地气温呢 明显偏低 有10度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 那明天这个寒流迅速南下 那上午起呢 局部地区有6度以下的这个低温 那就是橙色灯号啦 那请全台民众要注意防范 那气象局也进一步指出啦 今天晚上呢 东北风会明显的增强 高雄以北 东半部寒蓝雨绿岛 恒春半岛呢 沿海空旷地区 包含澎湖金门马祖 都会有9级到13级的强阵风 那我们屏东啦 屏东这个空旷地区呢 也会有较强阵风 连沿海跟近海地区呢 则会有较大的风浪 那欢迎 不是欢迎大家 就是安排这种沿海的户外活动啊 或者是我们的渔民海上作业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 这个室温 室温就很麻烦啦 好 那气象局这个 这个冷气特报啦 这个低温特报 也在这边提醒大家 昨天在节目上也提醒过大家 就是说 如果你们处理 有这个长辈 有这个长辈的话 记得赶快这个保暖 手脚脖子 这些重要的保暖的地方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 那这个 你看这个就是北部新闻 你知道吗 中央讯创局就说啦 预估大台北 10度以下的低温 可能最长会持续40个小时 应叫最寒潮 寒潮爆发 不是寒流 寒流是那个 韩国瑜的寒流 寒潮爆发 那也呼吁大家要特别特别的 这个小心 好 以上呢 是那个 低温的提醒 要来跟大家来 来 来特别特别的预告 好 那刚刚呢 在看这个低温报导的时候 因为我是看 报纸的这个生活版 那就看到另外一个 也蛮有趣的消息 只要过年 过年其实 是二月份吧 农历过年 还叫二月份 那农历过年还没有到 但是呢 那种过年的市集啊 什么的 已经开始在进行 那个摊贩的招商了 那在我屏东老家附近 我们的隔壁村 隔壁的 隔壁镇 隔壁镇 刚好就是 呃 是那个潮州 冰冬的中州 那你想要潮州的话 基本上比较有名 如果你比较知道的话 大概就是 少年兵 少年兵算比较 少年兵就是跟 屏东少年兵跟屏东万轮主角 是同等level 好不好 齐名的 OK 那潮州这个地方 每年其实都会有 所谓的这个 春节市集啊 然后 它真的是越半越大 你知道以前 最早最早的时候 大概一条两条吧 然后现在它是一个 呃 它现在的行 那个 有点像是 穿 你知道吗 三条直线 一个横杠这样 穿 就是它的规模越来越大 那 这个记者也有写 每年都是吸引 大概20万以上的人潮 因为我们家每年就是 吃完年夜饭嘛 小时候就是拿红包 长大就是包红包 然后结束之后 我一定是跟我们家 我的邻居啊 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 然后 不然就是北部回来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会 一起约到那个 潮州去逛年街 那真的年街其实就是 说伯伯 你家人 你年夜饭你也吃饭了啦 你也真的去年街 不会吃什么东西 它主要就是跟着人潮 这样走走走 然后被推推推推 推着往前走 然后就去感受一下 那个过年的氛围 当然因为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啦 所以像去年在逛的时候 其实就蛮多人都戴着口罩 那今年的话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相对比较严峻 因为现在多了一个什么 英国的变种病毒嘛 那所以也是呼吁大家 如果你过年 要去逛年街的话 那一样 尽可能的把你的口罩 全程都把它给戴好 那这个报纸就写啦 它说啊 这个摊位的因为 每年 诶 每年20万人 你知道啊 那个规模是不会规模 规模是非常恐怖的 那竞标价格呢 从三万元起标 那其中人潮最容易聚集的四个摊位 则是十万元起标 再创这个底标价的新高记录 那这个以往啦 总摊位数呢 总摊位数大概是 呃 449个摊位 每年从出戏到大年出四都有 但今年呢 比往年多一天 往年是到大年出三啦 今年是到大年出四 那一般摊位价格的话 是每隔四千元 那刚刚那个三万跟十万 那个是可能比较特殊的摊位 就是因为它是 大拨像那个 有点像放射状的 虽然它是一个横的三条直的啦 不过它每个交叉点中间 都还是会有一些特别密集的地方 那所以它当然就会有一些摊位 摊位是比较贵啦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过年啦 没事的话就 对啦 反正过年 说真的啦 现在的状况 你叫大家过年不出门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所以 当然我们呼吁 还是会跟大家讲说 过年就是尽可能的 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那但是 我也不认为 真的会有这么多人 在过年的时候乖乖的待在家里 这个困难啦 但我们只能做就是说 呼吁大家 该做的这个防疫准则 防疫准则这个 请起手 然后适时的补充水分 那再来就是口罩要戴好 那这些 尽可能的跟大家来呼吁啦 好 那说到疫情 其实这个 因为前几天嘛 前两天就是 从英国返台的航班 有三人确诊武汉肺炎 那其中一名这个年仅十几岁的男性呢 在登机前两两次体温都是正常 但是路径的时候呢 就高烧到39度 CT值是15.7 病毒量相对的比较高 那外界就质疑说 他呢 是不是吃了退烧药 然后想要上飞机回台湾 赶快就诊 好 这样偷偷的上就对了 因为 其实之前在做这种 呃 武汉飞我记得 今年年初吧 今年年初大家在开始在移动的时候 其实确实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就是有一些游客 他们是吃退烧药 然后让你测不出他有发烧 上飞机 然后再飞回台湾 然后就诊 所以当时其实有 因为这样子有一度 造成所谓的疫情的破口 那当然这一次 叫英国回来 因为英国 你也知道吗 有这个 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的英国版本 那当然状况比较特殊一点 那 这些人飞回来之后呢 同一班飞机有三人 有三人这个确诊 那当然这个就很麻烦 因为今天 我记得也有看到业者在抱怨 就是说他们回来之后 政府当然是有协调游览车公司 把他们载去 所谓的隔离处所 那但是呢 有业者在抱怨说 那个载过去之后呢 却要业者自行的 来用游览车 那个自行的进行游览车的消毒 虽然业者他们当然自己 有自备所谓的什么 欧山消毒 还是什么他们的 他们的一些消毒的这个方式 合格的消毒方式 但业者也会抱怨 就是说 你帮你跟我们租车 你这个车子的消毒 应该是要包含在你 防疫指挥的整个SOP里面 那怎么会是跟我借完车之后 我要自己想办法消毒 那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就留给指挥中心 他们进行进一步的 这个检讨跟流程的 这个流程的升级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新闻里面呢 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人祥 今天是直接的就是表明 就是说 这个十几岁的男生 他并没有吃退烧药才上飞机 那但是呢 这个研判 研判是27日搭机的时候发病 有可能 因为他有可能是搭机前 都没有症状 那这个因为可能病毒的潜伏期 刚好就是到上飞机之后 那上飞机之后还发病 所以他回台湾一辆 当然就是有这个中标 那这个 他说上机前有两次 体温正常 那当事人并没有吃 有询问之后 他说他并没有吃退烧药 所以看起来呢 就是下飞机前 发烧 那他也有持有这个搭机前三日的阴性报告 但也有可能就是检验的时候是阴性 但搭机之后才开始发病 OK 那另外呢 这个昨天有一名确诊个案 是英国籍20多岁的男性 8月底的时候在英国确诊 12月在英国裁检四次核酸检验 都是阴性 而且他来台湾的时候拿的也是阴性报告 那这个 23日来台 来台入驻集中检疫所 到现在都没有症状 但配合英国专案 针对裁检 成为27人当中唯一的确诊者 那这个 研判不是再次感染 而是四个月前的感染 造成后来食阴食阳的问题 你看这个病毒 真的是怎么样 真的是很搞怪 你知道吗 就是两名你又测 两名又 这个check出来 两名又测不出来 这问题很麻烦 包括说现在因为它到英国去嘛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在英国啦 大家知道吗 就是 这两天网络上有在争执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以前 这个病毒在 这个叫什么 COVID-19 它在中国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叫什么 叫它武汉肺炎 对不对 那后来呢 就有人说不行 武汉肺炎是歧视武汉人 所以要叫新冠肺炎 那有人说要叫COVID-19 那所以你现在看到 除了自由时报之外 大部分的媒体 包含联合 像联合报啦 中时啦 都直接使用新冠病毒 但自由就会写说 武汉肺炎 过号新冠病毒COVID-19 他们就会用各自不同 你也可以从这个当中 可以看得出 哪些媒体是 对中国比较友善的啦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当前说 这个病毒叫武汉肺炎 它是对于武汉人的一种歧视的话 好 那现在它去英国了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叫它 英国变种病毒咧 那你不就变成是 你也歧视英国人了吗 所以我们用同一套标准来看 可以英国病毒 不能武汉肺炎 讲这句话的人 是不是逻辑就有一点怪怪的 所以这个在我来看 在网路上 虽然很多网友都说 好 那不然就叫做 中国武汉变种病毒 这个其实也可以啦 但我自己的感觉 我也觉得 它其实也可以叫做 武汉肺炎在英国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像什么 感觉很像中华民国在台湾 你知道源自于中国 Made in China 然后到了别的国家之后呢 总是会变得特别的高拐 你看中华民国源自于哪里 源自于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他们说是武昌起义嘛 虽然说武昌起义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 那个青天白日起 那不管 中华民国源自于中国 来到台湾之后 就变成变种政府 你看台湾人现在 你要选你也只能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立委 你要推翻他 人家来跟你说 有种不要拿身份证 这是不是变种病毒 这东西跟变种病毒 同样都很高拐 那武汉肺炎 源自于中国武汉 后来到了英国去之后 变成英国变种病毒 到现在这个学者专家 也是束手无策 你看是不是真高拐 所以你看 这类源自于中国的这些 这种很损的 Made in China的东西 真的是问题很多 但是呢 这个Made in China的东西 问题很多 刚刚讲到的是病毒的部分 对不对 其实最近也有另外一个 Made in China的东西 出了一个很大的包 这什么包呢 就是台中捷运的 车厢连结轴心 出了一个问题 那这问题怎么来呢 就是之前 台中的捷运 是不是在市营运 对不对 那市营运之后 四没两天 大家呢 捷运之间的 接着连结轴心 等于啦 好啊 想说等于就算了 因为好减菜 那天等于的时间 是没人坐 那个捷运 不然那些车厢迫 你知道吗 你如果是过弯的时候 那等于 那后边的车 都会甩出去 如果你的重心 是不稳的话 可能会甩出去 连结轴心断掉 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 你说 车子 你说刹车皮 火星塞 这些东西 都是替换品 你知道那个坏掉 久久维修 一定期维修保养 那个说你说坏掉 可能有故障 那个还情有可原 可是连结轴心 这种东西 那个就像怎么 你知道吗 你有看过脚踏车 那个椅子 底下那一根吗 那根让你调高调低 对不对 那个顶多就是什么 那个卡榫 那个快拆松掉 你坐下去之后 有时候你锁紧 你卡榫就坐下去 你太大块 它可能还会往下滑一点点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可能是 它的这个卡榫 已经松弛了 没有办法把它锁起来 但你几乎不会看到 脚踏车的 坐垫那一根 断掉 因为它不是 耗损品 你知道吗 它就是插在那边 让你调高调低的 顶多就是那个 快拆 那个锁的 那个东西 断掉而已 那捷运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顶多就是看到 刹车皮 磨碗了 或者是什么 开门的这个 门把 或什么东西 就是门把也不可能断掉 但是你 不会看到 车厢跟车厢的 连接走断掉 诶 这个哇 你知道吗 那种 不可能的 重新的东西 既然重新啦 所以呢 所以这个就 这个就很扯 那 这个很扯就算了 一检修发现 你知道吗 断不止一台 因为断一台嘛 大家觉得说 那一定要全面检修 那当然台中 这个捷运局也 采取一个比较 谨慎的态度 那它是跟台北捷运买的啦 那就检修 检修发现 哇 不止一台断掉 断了好几台 那断了好几台就算了 你知道吗 那断了好几台 可能有几个原因 你要嘛 就是设计不良 就是功能的空 没有对着 就是你把那个 铁盘的刺力 然后当然 你 你明镜骨董的变形嘛 第一个是设计的问题 第二可能是组装的问题 就是说 那当初你没有对 你没有对着 你没有对中心 你就给它硬上锁 那有可能会断掉 可能是组装问题 第三呢 可能是材料的问题 那 这个问题就回到了 因为这个捷运的车厢 是跟日本的 Kowasaki跟川崎买的 那Kowasaki原厂呢 又跟你说什么 哦 它是向美国的公司买的 这个美国的公司又说什么 它说 哦 这个车巡尾 这个梯子有没有 它是 看保护这个 这个 钢手啦 这车是在中国的钢手啦 还是他们的 没错是中国的钢手啦 所以呢 虽然我们没有进骨工 因为它说它全世界 都很多钢手 所以我们没有进骨工 这是不是材料 因为它是中国的 材料有问题 我们是没有这个进骨 但是这个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 中国的东西 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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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日本人 日本人 给台湾人 出问题嘛 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 它是不是中国的材料 轴心有问题 因为 在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之下 每一间公司 它都有所谓的跨国投资 你现在去UNIQLO 你也可以买到中国制的衣服 你现在去苹果 买手机 里面也有中国制的元件 重点是在于 公司的品管 但这些恐怖 就是说 这个 透过国际化的 这个过程里面 你很有可能不小心使用到了中国的原料 就算它的品管再怎么的好 你也很难保证 这些东西不会发生问题 所以现在捷运局的处置方法是 请Kowasaki 请这个台中捷运的原厂公司 把他们的生产商换到法国去 后一会就输用法国材的原料 当然这个Kowasaki 其实是这个组装有问题 组装有问题 所以他们会进行通盘的检讨 那后续怎么样 我们待会进广告之后 回来 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来报告 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乐乐 今天跟大家交流 手段保重营用的好事物 邀请到荣季 陈总经理跟大家交流 陈总 我们是大人 都知道吃黑麻对身体才有帮助 但是要吃到香又顺 口感好的黑麻酒 都要特别轻贵 这要怎么轻贵呢 其实是因为传统的芝麻 你打得不够细 那么芝麻油它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 所以你吃起来会感觉苦苦的 另外呢 这也造成你在挖的时候呢 感觉不那么那样的软绵绵的 很容易产生 放没多久就有好味了 所以挑选黑芝麻酱啊 首先要重视我们这个做的够不够细腻 按照这些选择 打得有够油 溶剂破壁的芝麻酱呢 它运用特殊的机器 研磨芝麻粒 让大家都可以吃到 又绵密又细腻的芝麻酱哦 打得油对营用的吸收有帮助 是哦 当然有帮助啊 有破壁的芝麻粒 像是Omega-369 钙质 黑芝麻素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 都可以让人体吸收 所以认真长期吃的朋友 都会感觉到营养的改善 然后亲朋好友都跟着来吃 这就是我们黑芝麻酱 受欢迎的原因哦 吃素的朋友非常需要蛋白质 而黑芝麻酱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 是素食朋友补充营养的好选择 种子食物很有能量 登山前吃一口 你就会走得比别人更有活力 尤其是秋冬身体冷底的朋友 更要吃我们好吸收的黑芝麻酱 替身体打底 吃越久 补越久 认真吃都会有感觉的 这是从老人到小孩 正餐到点心都可以搭配的食物 没有香精化合物 大家可以安心吃 记得吃前先搅拌一下 避免久了沉淀 只要保持吃前先搅拌 就能够吃到美味好吸收的溶剂黑芝麻酱 吃一口保证让你爱上它哦 哇 用心做 香又顺的黑芝麻酱 莫比 好吸收 重点是口感好 选一罐好吸收的黑芝麻酱 全家会要做会吃 做会保饮用 买素 无参与爱 无化学成分 秋冬凉凉 料理身体 使得人保改静 吃素 保饮用的好食品 荣寺黑芝麻酱 天气越高 越爱補充 吃一罐好吸收的黑芝麻酱 吃后有体会有改善 荣寺黑芝麻酱 好吸收 车卡 控爆控控 193193 控爆控控 193193 欢迎回来快乐聊 时事这部时间 我是朱麒麟张小博 好 我们刚刚 有聊到这个台中捷运 那这个台中捷运的部分 我大概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新闻 现在就是说 它即将 要让这个法国 法国来生产轴心 那今天呢 新闻是写说 全面 它打算全面更换轴心 那 日商那边也讲 他们说 这个是组装 组装的问题 但 我真的是觉得 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是说 你们这间公司 你们这间公司 不是第一次 你们这间公司 不是第一次 卖捷运车厢吧 你们 而且 卖捷运车厢是大公司 那 就是 怎么会有组装的问题 你知道组装 组装就是 能不能 上 就是你装不装的进去 上锁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你跟我说 就是 通常 通常以设备来讲 会出问题 一定是设计有问题 所以装不上去 那你今天 你的组装部门 跟我说装的上去 然后也出货 卖给台湾的工 卖给台湾捷运 台湾的捷运区的 那就表示 他应该组装上没有问题 如果他组装有问题 你也装不上去 所以 我现在就怀疑 你真的是组装有问题吗 还是他是为了要规避法律责任 因为 如果在法律上 就是说 我不是法律专家 但我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设计有问题的车厢 那事情就大条 你可能会要 有法律上的赔偿 可是如果你跟我说 只是部门 底下这个组装人员 他组装有问题的话 那 可能相对就 还好 相对就还好 就是 哦 那就是装错嘛 那 我们可能检讨一下流程什么的 可是我比较 我比较不认为是装错啦 因为设计图就是那样 你出来 就是能装就是能装 不能装就是不能装 你跟我说 这个是装错 到底 那 你装错的话 我讲白了啦 你件东西装错 我捷运区有需要更换 更换 更换 轴心嘛 那就拆掉重装就好了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我是 我是蛮 蛮匪夷所思的 就是说 嗯 对啊 就是他们说是装错 但 不管怎么样 就是民众的安全 还是优先第一考量 那也希望说 相关的 不管是台中捷运 还是这个北捷 赶快来 尽快的来处理 处理这个类似的问题 好 那 这个是台中捷运的部分 那当然 这边呢 也要跟大家来 这个宣导啦 因为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嘛 英国出现这种 武汉肺炎的变种病毒 那传染力更高 中华航空公司 已经公布了 明年的航班 只要是往返英国 伦敦的航班 已经全速 停止营运 那 长龙航空的呢 只是从英国线到 今年年底都取消 明年暂时也没有恢复的打算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今年到年底 也只剩下三天而已 好吧 马上就要年底了 OK 那 因为 我们真的也 祝福 祝福在英国的朋友 真的要 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因为这个 真的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好 那当然 中国帮世界制造的麻烦 其实也不止这个啦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是 中国啊 又爆出了 H5N6 跟H9N2的流感 那 机关署也提升了 这个旅游警示 虽然现在应该也没有人 去中国旅游了 但是因为这是局关署的业务 所以他们还是要发布 相关的这个警示 那 这个 中国已经在12月9号 通报6例 H9N2流感 跟大家讲 中国一通报是6的 6例 H9N2 那你可能要把它成为100 好 就是 你知道中国这个地方 就是数字很 很那个啦 所以你说 你这个 H9N2 6例 这个是唯一 很危险 这个我觉得蛮危险的啦 那 机关署也呼吁大家 前往相关的流行地区的话 要做好防疫措施 这个当然不是跟观光客讲的 这个可能是跟 所谓的台上啊台干 因为毕竟 我们现在还是会有一些 这种商务往来 商务上的往来 我们没完全把中国射起来啦 所以请那些亲中人士 不要那么担心 那 我们那个商务往返的时候 民众如果说你的工厂 是设在相关的地方的话 那你是 真的也是要建议大家 特别的小心 那 它是我前阵子有讲嘛 中国湖南省永州市的宁远县 通报了H5N6 那因为感染可能是这种活情交易的市场 那所以从12月20号起呢 所有的农贸市场 活情交易全部都暂停 而且修饰 那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讲啦 就是说 说真的 台湾也有活情交易市场 台湾也有活情交易市场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 很奇怪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活情交易市场 就不像他们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管理就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的活情交易市场 说真的也 就是说花比较多的经费 跟精力在注重这种公共的卫生 公共卫生 因为说真的 你公卫没有做好的话 很多 就是后续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问题 所以要处理 那当然你宁愿一开始 然后就赶快把这个 相关的公共卫生的问题 给他 把它给做好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相关这个 跟病毒有关的 有关的这个新闻 那再来是呢 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 蔡英文总统的脸书 今天有发表了一个 国人的票选 那因为刚刚这个新闻跳掉了 所以我现在要直接点到 蔡总统的脸书来看 他说什么呢 这个是啊 蔡总统在LINE上面举办 20205号 十大台湾看见 看见台湾的国际好消息票选 那是哪十大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 因为票选已经结束了 第一名 获得这个 在防疫的 因为他有分 他有分这个防疫的部分 跟这个外交的这个部分 我们先看防疫的部分 防疫的部分 前五名 第一名 25000票 是什么会呢 是说 蔡总统啊 这个登到时代杂志 让世界看到防疫的希望 这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 蓬勃 评比全球 75个经济体当中 台湾抗疫的表现 第一名 不是那个抗疫 是这个抵抗疫情 抗疫的表现 是第一名 那第三名是 蔡总统再列富比市 这个全球百大女性 这个防疫获得肯定 这是第三名 第四名是 最近12月的新闻 是什么 就是那个赛跑 有没有 法国的媒体 看出什么 谁将在疫情后的世界 主宰 谁将在疫情后主宰世界的 关键角色 那时候是不是有列出 法国的马克宏 德国的梅克尔 然后这个习近平 加上拜登 加上蔡英文 五个人在跑步的那个照片 法国媒体 这个刊登 这个是第四名 那第五名呢 是入选 蓬勃全球五十大 那蔡英文说 今年是台湾最国际的一年 好 那当然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 我们当然很为台湾 走进国际来开心 我们要唱谁 我们也没有要泼人 所以我们当然为台湾能够走进国际 跟大家交朋友这件事感到开心 但我也会觉得说 很希望这个时刻是来自于台湾 就不是来自于疫情 你知道 我们现在是因为 全世界的 就不好 死一百八十万人的 这些大事里面 我们做到第一名 所以去给世界看电话 但是 如果说 没有一种 方式是说 全世界一个 荒天使地的 过程里面 台湾能够看着 就是说 我们是在一个正面的陈述 正面的一个 让世界 不要死那么多人 就至少是一件好事上面 被世界给看到 而不是说 死了很多人 那台湾因为没有死 所以我们被世界给看到 当然是希望 当然是希望说 不要 不要是这种负面的事件 好 那再来是 蔡总统的脸书 外交的方面 大家民众最有印象的排行榜 第一名是美国众议院415-0 通过台湾法案 巩固台湾的邦交 以及参与国际组织 这是今年三月份的新闻 第二件 跟大家觉得外交 让你觉得很光荣 然后有印象的事情是 捷克的这个参议院院长 韦德琪 有没有 他来到台湾嘛 他在国会里面 演讲的时候 说什么 他说我是台湾人 有没有 他说我是台湾人 这是在蔡总统脸书上官票选 第二名 两万票 第三名是什么呢 第三名是 后班这个国际领袖先锋奖 蔡总统说 捍卫台湾民主 追求两岸和平 没有追求两岸和平 统一哦 追求两岸和平而已哦 来 第四名是呢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首次会晤台湾的驻纽约代表 承诺要帮助台湾 参与联合国事务 这是第四名 这个第五名是什么呢 第五名是美国的卫生部长 阿扎尔来到台湾 中国亲爱的阿扎尔啦 他呢 是1979年以来 赞助 这个层级最高的访台人士 好 那以上呢 是这个蔡总统脸书 所 所发布的这种 票选 票选的这个结果 那当然啦 然后这种 呃 票选的结果出来 当然各自对于这些 呃 这一年来里面疫情过程当中 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有 各自 呃 不同的解读啦 当然 也有人说啊 也有人说啊 这个 苏贞昌的民调很高 是因为防疫有成啦 那当然就弥补了 内政上会遇到的一些 一些小状况 一些小trouble 但这些trouble 当然累积久了 也会成为这种 就是执政党的包袱 或者是说 影响他民调的一些原因啦 那当然 没有永远100分的执政党啦 你说伯伯 你执政党 你要当执政党很容易 你要当一个民调很高的执政党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 那你什么都不要 就会得罪人的 你都不要做 那你永远民调就会很高 那你会得罪人的一直做 那你永远民调就会 可能会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但那这个就会变成是 你有一个选顶嘛 你不要做事情 但是有可能得罪人 还是你都没要做事情 所以都没得罪人 但是你什么都没做 你有两种方式 有几个方式 可以去选顶啦 譬如说几项事情就好 你看哦 柯文哲现在是不是全台湾的民调里面 最狡猾的一个市场 正前是韩国的嘛 现在是柯文哲 因为没有韩国瑜垫底了 柯文哲就刷到最后一名嘛 大家觉得是怎样的 柯文哲刚说 真的都没在找市场的行政嘛 其实他有 但是是怎样他的民调最狡猾 你知道吗 我跟大家说啦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执政首长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就会 你应该就是要尽可能的 不要让自己进入到政治相关的新闻 你要让自己回归室 因为你要讲 你要想一件事嘛 你比方说你是高雄市的市长 你做的这些事情 是要给高雄人看 还是给全台湾的人看 你理论上应该是顾好你的市政 然后专心跑市政的新闻 让高雄人看到说 这个市长 现在 他在市场 他每一条新闻都和市场有关 但科文做什么叫做 你知道吗 第一是说他做得不好 这是当然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说 你做一个台北市民 你看他的新闻 十条里面八条都政敌新闻 差不多是美中央 美南部 你看美中央嘛 笑南部 有没有 不然就是说要选总统 就是说 你一个市长 人家是愿望 你会有一个城市里面的大家长 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 如雪原就是说他是妈妈 妈妈市长 那是叉叉的 但 你只要让人觉得你的心事 在这个城市里面 但是如果你一开水 我都是在说别人的派位 跟我们的外交 口水战 不然就是要选总统 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这个 民众对你的印象 就不会好 就不会好 那当然如果我今天 接到电话民调 我接个电话是说 你感觉这个市长 有在做事吗 你感觉 每天看电视 就看市长在那儿 黑龙青岛的人 他会给你 一个好的分数 不会嘛 不会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样柯文哲 现在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走政治路线 那当然他的分数 就会低嘛 那谁最厉害你知道吗 现在我讲白了六都里面最厉害的那个人叫侯友宜 这也是民进党 偶到的非常非常 不要处理的一个对手 你看侯友宜哦 他真的 你看百姓的时候 他会跟韩国有同一个政党 但是他会真的认真去听 有没有 侯友宜 他的听都是怎么 应付一位 回归市政啊 专心市政啊 有没有 人家会说 他会算董主席 不 没 会啊 人家会说 他会算总统 不 还算台北市长 有没有 人家会会算啊 但是他的回答都是什么 专心市政 回归市政 他永遠 他所你看 你看賀友宜的新聞 他有想要選什麼有的 沒有的總統還是董主席 他當然也有這樣想嘛 但是問題是他講出來的話 他從來不會讓你覺得 他是在玩政治 他的手段非常非常的高明 就是他的這個媒體公關的這個部分 做得非常的足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會有一個印象就是 侯友宜好像真的就是在 新北很默默的做事情 這個就厲害 就是說你看 侯友宜就會被問一些 國家級的問題 像林志堅 這個盧秀燕 你說 王美惠 然後 王惠美 王美惠 還有什麼 其他的官司長 很少 我問大家 你現在知道苗栗縣長是誰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苗栗縣長是誰 你現在知道宜蘭林之廟 對不對 台東縣長現在是誰 其實有的你都畫 雲林縣長是誰 有的時候你真的 你真的畫不 張立善 有的時候你真的 名字說不出來你知道嗎 但是 這種名字說不出來的人 電到他的民調更好 你知道嗎 因為你名字說不出來 但是那些人這麼電話 他會說 我的館長有在做事 因為他經常都看他四個糟糕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 很見仁見智 好 那時間關係見進廣告 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來 來 快到電報棒 快到狗狗餅 97.5 快到昆加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棒 89.3 快到華當 98.3 快到配偶 96.7 快到紅蝦 91.3 快到台灣 前菜武漢 快到臉部棒 欸 豆皮 你最近在幹嘛啊 我最近很迷唐鳳 他是今年Open Book好書養的代言人喔 他講過一句話 用一本本喜愛的書籍 確立自己的美麗與獨特 欸 如果可以像唐鳳一樣聰明 這樣的話多好 因為閱讀可以讓明天的自己 比今天更厲害 打開書 是沒錯 2020 Open Book好書養 打開來讀 有人陪你 以上廣告由文化部提供 真編時事 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用我跟聽眾聽到底呢 快樂臉部棒 世俗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 親情、思惑、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揮揮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活躍讓自己的完成 活躍讓自己的完成 在這裡 我們身體會更平靜 免費自己的結縁 放棄三三五 數理三三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張小波 剛才電視台的製作人卡電回來 因為 有時候我去摸 不要說倒一台 這很醜 我去摸一個電視台錄影 然後因為他們其實就是 人手比較不足 然後當天也就是 那個議題比較趕 然後有點手忙腳亂 結果呢就 這個忘了拿通告費給我簽收 然後重點是我自己也忘記 然後後來我就離開了 然後離開之後在捷運上 就跟另外一個來賓 那個吳瑟智老師 然後我們就聊聊聊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我來跟他說 欸 吳老師 你剛才有拿到通告費 你說有啊 你沒有啊 我說 怎麼沒有呢 所以就 去當一級免費的來賓 那剛剛這個製作單位 就打電話來了 人家真好 是一個年輕人 他就跟我說 他有幫我問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我只是幫你拿錢 因為我也怕我自己不會去吃 因為怕忘記 好啦 總之 蠻有意思的 這個 去上節目 就忘記拿通告費 然後 大家都沒有記 就沒有人記得這件事情 這樣 好 不管如何 我們繼續來聊剛剛的這個 民調的事情 就是說 政府機關是這樣 他本來啊 就會自己運作 你就算 市長齁 就算你一個月沒上班啦 各局處首長這些公務員 他們本來就會自主運作 所以市長說八 你就算沒有做什麼 市府也會運作啦 所以你 會影響民調的東西 講白的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公開場合上 讓給人 帶給別人什麼樣的印象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給別人印象都是 玩啊 落跑啊 罵人啊 這種東西 當然民調就不會好看啊 這個就是侯友宜厲害的地方 這個也是盧秀燕厲害的地方 當然這個就是柯文哲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 在不知道在想什麼啦 好 但不管如何啦 今天游盈隆的這個 台灣民意基金會呢 也公佈了最新民調 在最新的政黨支持顯像呢 這個 民進黨是30% 郭民黨是16.7% 民眾黨是14.2% 你看這真有趣喔 民眾黨的支持度其實很高 這種全國性的民調 但是呢 柯文哲在這種次長滿意度 就民調就 這個就非常的低 所以 我跟大家講我的解讀是什麼啦 喝一口的這個 綠茶 這個喉嚨有點乾 我的解讀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就很像什麼 以前韓國瑜在高雄的時候 他在高雄的聲望 當中非常的爛 爛啊 爆 只要是高雄的基本上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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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賭 賭氣啊 不要講那個字啊 但是呢 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在全國很多縣市的聲望 相對又比較高 還有人說要選桃園嘛 對不對 好 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 因為 你在他執政的縣市 他做一些黑龍聖德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 第一 你會覺得有這個縣市手掌很丟臉 第二個是 你會把 你在這個城市裡面遇到的一些 比方說馬路不平啊 路燈不會亮啊 然後發生什麼一些狀況 你會把這些都算在他的頭上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他的民調會很假 但是呢 你在外觀市的時候 都看電視嘛 外縣市的人可能會覺得說什麼 可能會覺得說 你看就是要柯文哲這個超越藍綠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在民眾黨整個的全台氣氛來講 他的民調算高 知名度也高 但是呢 回到台北市 他自己真正在做事情的地方的時候 大家給的分數是低的 因為他們認為他沒有在做事情 好 這是我對於這個民眾黨為什麼支持民調 還是非常的高的解讀啦 OK 那 時代力量的全國性民調是7.1% 我們台灣基進的民調是5% 哎呦 這個 真高耶 真高耶 5%耶 然後 藍綠兩大黨支持度都下滑 然後 國民黨呢 對於民調結果表示尊重 但是 強調說他們的支持度並沒有大跌 那 縱觀下來已經呈現藍綠兩黨支持度的差距拉近 嘖 我是覺得 差不多啦 我記得國民黨最低還有到13%的吧 李梅甄選完之後 國民黨那次的民調我記得很低 低到一個不可思議啊 那現在頂多算是指 就算指跌回升 你要說 你要說這個是什麼大跌嗎 我倒不覺得他就什麼大跌 因為差不多基本盤就是這樣 你只能說民進黨可能在這份民調裡面 他相對的可能有比較高一些 那你要說國民黨到大跌 我跟國民黨看法一樣啊 就是說我不覺得這個民調有什麼大跌的部分 因為他原本民調就不高 OK 國民黨民調本來就不高啦 這個沒有到 我不覺得他有 他有到 有到什麼 什麼大跌啦 然後 當然啦 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有一個 遇到一個狀況是這樣 你立法院也去丟內帳了 那你該這個 你 那個什麼 要杯葛美豬也杯葛了 你遊行也去遊行了 你接下來要發動公投你也發動了 那昨天還有一個全台灣所有國民黨這個議會 然後發出來這個開記者會嘛 全台大串聯 好 來問大家 都已經做到這樣了 剩什麼沒做 你知道剩什麼沒做嗎 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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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國民黨的民調 多少 16.7% 你知道就是 你做這一大堆的事情之後 你民調應該要 就是 啪啪啪 你知道一路往上飛啊 可是沒有 那這個就回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既然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認為你覺得是對的事情 號稱叫做幫民眾講話嘛對不對 你做了這麼多 好像打噴嚏喔 你做了這麼多 你認為是對的事情 結果你的民調 只有16.7% 就 低到一個不可思議 你知道就是 沒有到大跌 但是就是沒有上升 沒有毫無起色嘛 那你國民黨就要判斷一件事就是 你還要繼續這樣玩下去嗎 你民調 完成這樣真的是 也沒有很好 16.7% 你知道今天陳柏惟講了一句很有趣的話 雖然說他只是在開玩笑 他說你這份民調裡面 激進黨最高 然後他開玩笑 他開玩笑啦 他說激進黨最高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 我們一個委員就5% 我們如果有5個委員 我們就25% 我們如果按照民眾黨 這個規則有5個委員的位 我們就有25%了 所以我們可能是裡面最高的 開玩笑啦 開玩笑 但是這個你要想說 我們把這個邏輯拿到國民黨那邊 欸 你這麼多的委員 結果你這麼大 16.7% 所以齁 這是一個非常驚訝 這是一個非常驚訝的事情 國民黨自己要檢討啦 那 呃 再來齁 再來就是說 國民黨今天也召開這個黨團大會 原先呢 將舉行 這個立院第三期的總召 副首席副書記長的選舉 那後來呢 這個通過 通過怎麼樣呢 由陳玉貞出任第三個會期的黨團副書記長 啊 然後呢 由這個 我看一下喔 呃 由書記長是誰 書記長是鄭麗文 就是前陣子跟這個我們的小米委員 周春米大吵一架的那個鄭麗文 那總召呢 是費洪泰 那陳柏惟就笑稱他這個叫做真正費啦齁 為什麼說是真正費 因為陳玉貞的真 鄭麗文的正 然後費洪泰的費 所以叫真正費啦齁 我 我真的 有的時候齁 不瞞各位說 有時候我還真的不知道我們委員腦袋裡都裝些什麼呢 他說這個叫真正費齁 鄭麗文啦齁 天啊我被鄭麗軍的粉絲罵 鄭麗文 他最近的表現其實就是在國民黨在這種 比方說 呃 國會協商啦齁 那個黨團協商的時候他的表現都非常的激進齁 就是激動的激進齁 激進就是 罵人 大聲罵人的啦 然後這個非常激動的跟人家吵架了什麼都有 然後我就想說他可能就是為了要博版面要當這個書記長 我不知道可能吧 那不管是陳鈺貞 費洪泰還是鄭麗文 其實這三個都啊 這三個都國民黨的衝組的啦齁 所以 這裡要提醒民進黨齁 接下來要特別的注意 現在國民黨是 雖然江啟成說是學者啦齁 但說真的他們現在就是衝組當道 你知道嗎 衝組的都敗第一敗啦 衝組的都敗第一敗 那從這個過 從這個陣線你也看得出來 這個可以說是江啟成的主席保衛戰 因為 他們選下來要選黨主席啊 啊 當然江啟成 他作為一個 第一是本土 國民黨裡面的相對比較本土啦 第二是說相對比較溫和的人 他要在黨裡面拿到一些 比如說親男的 像黃富欣這些人的機器 那他可能要做幾件事情 就是說 他必須要去重用一些黨內的衝組 黨內的衝組 尤其是這種深藍的 所以你看喔 這這樣也是很奇怪 就是 國民黨自己說要改革啦齁 那你有看到 你有看過什麼改革是越改越深藍的嗎 你看陳玉珍耶 經文出來耶 廢洪泰耶 鄭立文耶 文傳會系統的 就是說你看 我對國民黨不說很了解啦齁 但是你這三個人 你去Google他們的新聞 你就大概知道 這都是什麼腳的啦 你這都是什麼背景啦 你看這些人 配上一個 錶面穹 溫溫如雅 我剛剛聽到雙面人 然後這個江啟成 那這很明顯就是 他為了要去安撫黨內的那些深藍的派系 所以他必須要讓這個深藍派系的人 有一個情緒的出口 那什麼叫情緒的出口 就是讓他們做歌嘛 讓他們這些人 有人讓他出頭嘛 但是 我跟大家講就是 國民黨的改革齁 你只要越讓這些深藍的人取得機會 那這個黨就 慢慢的就 拜拜了 因為你知道 就是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也好啦 你知道說真的 國民黨如果真的改革成功 反而還難對付 那你現在說真的 讓這些 呃 所謂的深藍的人 然後來當 當什麼黨團書記長啊 什麼的齁 我真的覺得相對來講 我們還比較好處理 齁 OK 那這是國民黨 以上呢是國民黨 江啟成齁 這個 越來越奇怪的改革之路 但當然啦 這個改革之路也 也 也是情有可 也是什麼 欸不是情有可 也是其來有志啦 因為呢最近 傳出藍營內部啊 有一個 支持誰當黨主席的民調流出 好 這是新聞寫的齁 這不是我亂講的齁 然後呢 這個發現說啊 前主席朱立倫 他的支持党呢 是 現在的主席 剛起生的三杯啦 喔 欸 我覺得這個有鬼 你知道嗎 江啟成說這個是民進黨 故意放的 要來分化藍營齁 但我覺得不是 你知道 欸 我應該說 我覺得不是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 就是 你講白了啦 如果 朱立倫的民調 是江啟成的三倍 那表示 江啟成的改革 改得很失敗 大家不喜歡他嘛 可是你說真的 你去看江啟成這一年來講 一年來他改革了什麼 也沒有真的改革什麼啊 他根本沒有變啊 他根本就沒有動到 國民黨內部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啊 那你要說他做得很不好 所以 朱立倫的民調很高嗎 那也不對啊 因為他就沒做啊 他什麼都沒做 他怎麼會民調很低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問題啦 那是不是像 江啟成講的一樣說 國民黨 欸這是民進黨 拿來做 分化的 我是 我是打一個問號啦 但是呢 朱立倫是有講說 不會讓人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正在跟江啟成約吃飯 我是覺得 這個講出來就有鬼 你知道嗎 你兩個同一個洞 我難道要跟別人說 我跟李宇貞約吃飯嗎 不用嘛 那同一個洞 你都會寄臉啊 要吃飯有那麼困難 你現在說我們 不要讓別人見縫插針 我們兩個要吃飯 那不然你記住了 你現在就可以吃了 還要喝多少 齁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 後面都可能很多這個啦 齁 OK 來時間的關係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聽 大家晚安 掰掰